东亚各国要加强防范这个大外坏 环球时报社评 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将于7月13日至14日 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将出席体现出中国对该系列会议 以及与东盟关系的高度重视 这次会议将集中讨论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及经济复苏相关的多个议题 我们想借这个机会诚恳地提醒 东盟一件事一定要加强对域外力量挑拨声势的防范 这已经成为随时可能毁掉东盟 与地区国家合作环境和发展势头的最严重外患 这几天已经陆续有外媒炒作南海问题 相关会议还没开始 美国就不断放风 想要先声夺人给会议定下调子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雅加达之前 美国国务院就声称布林肯此行 是要密切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 反击中国在南海的行为 日媒也称林方正参会要力争与东盟各国 携手制约中国并顺势炒热南海问题 更有甚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以及一些欧洲国家这两天 又拿南海仲裁案所谓的裁决做起了文章 对于这些粉末登场的政治表演 我们相信东盟的清醒与冷静 事实上东盟对此已有警辟 印尼外交部长雷特诺·马尔苏迪 在东盟外长会议全体会议上 至于开幕词时表示 我们需要发出明确的信息 特别是前些年在南海问题上走了一些弯路之后 各国更加切身感受到 妥善处理热点敏感问题是多么重要 这一两年地区主要国家都以明确或含蓄的方式 反复对所谓选边债说不 代表着这个地区的一种集体清醒和理性 但在可预见的未来 域外力量对东亚事务的介入强度 只会提高不会渲弱 且其手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 那就是打着合作安全的旗号 做的都是脱钩断裂 挑动摩擦和对抗的事 以拉拢地区国家加入到 围堵遏制中国的队伍中来 东盟十国全部是中国的禁令 美国不但对东盟这个组织做工作 还对其成员国采取 反而置之各个击破的策略 美国高官是东盟国家越来越勤 而南海问题已被美国及其盟友 当成一个最大抓手 南海有关争议的存在是一个现实 但中国和直接当事国一起 把这个争议管控起来 没有让它成为各方经贸合作 外交友好不可逾越的障碍 把南海建设成为和平友谊 合作之海是大家的共同目标 并已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 东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 在推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方面 也与中国相向而行 南海局势紧张 不符合东盟国家利益 也不符合中国利益 每次南海的相关谈判 有望取得进展 局势出现缓和的时候 美国那边就会有动作 要么是派军舰军机到南海来耀武扬威 要么是对中方的正当涉海举措进行污蔑 要么是名为声援 实则怂恿南海相关国家跟中国对着干 南海的平静显然不是美国等国家希望看到的 他们先把涉南海的外部舆论搅混进而搅论南海 未来不能排除会有个别南海国家做出错误选择 并产生错误示范 对此地区国家需要擦亮眼睛 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地缘冲突等挑战突出的背景下 东亚的整体形势是一个亮点 而中国与东盟高水平运行的互利共赢格局是亮点中的亮点 这是极为来之不易的 成为亚太最具活力最富成果的典范 有利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这一局面需要各方倍加珍惜共同维护 尤其在面临外患的情况下 导演